那我们今天 智慧不能先进 业障不能消除 关键在什么地方 关键在信心 这是真的 试出世间法 通通是信心出了问题 有乙 不能真心 这个乙断不掉 断掉有方法 学教的人 佛教给我们 业门深入 常识宣修 就能断一身心 把你的疑心念掉 读书千遍 一千遍 把疑心 念掉 这是个好办法 不严教的人 又念佛 一句接着一句 如果像黄念老那样 一天十四万身佛 我相信 念上半年一年 你成功 你得念佛三美 得不到念佛三美的人 念佛当中夹杂 有妄想 有杂念 功夫不纯 念圣念 功夫成片 都得不到 心太乱了 太洒了 这种人很多 用佛的话来说 这种人是 真正可怜明 原因是 烦恼稀奇 在这一生当中 他没有一个 真正能够依靠的人 能够信任的人 没有主宰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找到一个 真正能够相信的 永恒不变的 决定不怀疑的 赵世音 无量受尽 释迦迷陀 我对他 有可决定的信心 这个信心 坚定不移 他的教言很多 我只取一种 就够了 这一步进就行了 一生就搞这一样东西 搞上十年二十年 你就成为第一了 这一步就做到的 看起来 我只是想要 我只是想要 这一步进去 我们下期